演员吴永珠因性骚扰被判有期徒刑八个月,缓刑两年并接受40小时性暴力课程讲座。 他表示仍会抗议,据悉2017年吴永珠对A某进行拥抱亲吻强制猥亵行为。 吴永珠否认了强制猥亵的嫌疑,只是在湖边为了领路牵了手而已。 韩国检方2022年对他提起诉讼,就因为此事吴永珠已经被停掉了不计其数的代言, 主演的话剧也紧急换人出演,就连最新的电视剧中的戏份也因性骚扰爆发全山光, 由李顺在代替出演。 吴永珠的态度仍然是不承认此事的真实性, 这个年纪还因为这种事站上法庭,让我非常疲倦,痛苦, 在人生的尾声还遭遇这种情况,感到凄凉, 整个人生就像帮他一样,希望法官能给予明智的判断。 吴永珠的演艺生涯或许就此终结,然而他留下的教训却是深刻的。